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我是翟軒 帶您看懂這個新聞背後的 煉金術 其實不久之前的2月 美國總統川普還在炫耀說 他當選以來 美股已經是飆漲了58% 但是熊市是說到就到 我們看一下昨天的美股 四大指數 全部都是往下走 綠油油 不過美股跌是紅色的 所以一片紅通通的狀況 特別是像道瓊 是又創下了史上 但是最大的這一個跌幅 是來到了這個21,200點 眼看著這個2萬點就要到了 昨天是狂殺了2352點 比起黑色星期一還誇張 黑色星期一的時候 是往下熔斷 隔天又是往上的一個反彈的熔斷 不過到了這個昨天 這個是憂鬱星期四 又是往下重挫了2300多點 這我們就三位來賓在現場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美股看起來是跌跌不休 這2萬點有沒有可能會失手 我們有圈插牌舉一下 圈是會失手嗎 對 圈是會失手 圈是會失手 好 就是世聰哥跟維泰哥 覺得說有可能會失手 寬哥覺得不一定 我們先問世聰哥 你為什麼覺得會失手 我是用統計數字在看 這一波的最高點是29551點 道瓊 現在為止是跌了27點多%左右 依照過去所謂歷次熊市的修正 平均的跌幅是32.5 如果用32.5來算的話 它的確會跌破2萬點 大概1萬9千點左右 如果是以上一波最大的跌幅 是20809年的金融海嘯 是跌了57% 所以如果以這樣算的話 我覺得應該這個2萬點 應該有可能會在之後會跌破 看起來只差1200點 現在我們看得出來說 美股的本週不但是見到了 第二次的啟動熔斷機制 其實也更在11號的時候 結束強達11年多的 多頭牛市 現在正式進入到了熊市 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這個美股到底是被肺炎 給影響的 還是說有這麼簡單 有其他的原因造成我們這樣 直接進入到熊市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下跌 其實是有一些很多的交互作用 第一個當然是肺炎的影響 是一個重要 但是你看 昨天郭台銘董事長 他有出來說話 他說其實反而是因為石油的影響 他甚至反而是說 如果美國人不消費 這個才是會影響更大 所以你說這是肺炎的影響 我覺得是互相交錯的影響 加上股市下跌 股市下跌之後資產縮水 它本來又會減少消費 所以這是複合性的這樣往下跌 單一的金融市場的下跌 絕對都是一個複合性的因素存在 尤其是股市現在位在長線的高點 我們都已經 事實上這幾年的股市 你說我們這十多年的股市 利多靠的是什麼 靠的就是寬鬆 可是寬鬆 寬鬆到一個程度 你總是要還的 現在就是到了要算總帳的時刻 我們當然講 現在的最 當然市場最擔心的 還是在於新冠肺炎的影響 你看 湯姆漢克斯都已經確診了 包括說像美國的NBA 已經那麼多人確診了對不對 美國24個州 還有首都華盛頓特區 都已經升為這個緊急狀態 所以當然美國的情勢 是相當的緊張 包括說連WHO 大家都要罵著唐德賽 他終於承認說 這是一個pandemic 對 全球大流行 另外一個川普救世的政策裡面 好像也被人家說 你好像就是口到 食不到 因為這個說實在 對股市的所謂的刺激作用 真的是相對的有限 另外一個地方 尤其是他昨天的這個 寄出旅遊的限制令之後 記得我們昨天早上 我們在這個節目中 就跟大家講 他不講這個還好 一講之後股市一定大跌 結果果然昨天就出現了 一個大跌的局面 我覺得其實以目前的 整個狀況來講的話 我覺得最壞的時間都沒有到 我給他一個觀察指標 這個觀察指標是什麼 是新冠肺炎 尤其是義大利的人數 你什麼時候看到義大利的 確診人數開始出現高峰之後 或許這個時候就有可能 現在不看中國了 要看義大利 因為義大利他牽扯到 整個歐洲跟美國 如果義大利高峰到了之後 美國搞不好也會對義大利 會對歐洲的解禁令會拿掉 所以我覺得你看 什麼時候義大利確診人數 開始減緩 但是以今天的數字還在上升 所以這個時候 你說這時候是短期的底部嗎 我覺得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好 這其實我們大家也會想到說 當年這2008年的時候 雷曼兄弟 這雷曼兄弟跟這一回比起來 很多人說這一回其實是比起 當年更嚴重下墜速度更快 因為就以這個股市 有這個交易日來算的話 大概只花了這個短短的19天 就從這個高點 跌下來跌入了熊市 可是當年雷曼兄弟是花了20多天 這一次真的是比起當年 更可怕的一個情形 對 財訓剛才講那個重點 速度 也就是說我們在看這個 到底它的這個下墜幅度 會多大的時候 通常那個初速 就物理定律來說 你物理定律下降的速度越快 表示它的下墜力是很強的 下墜力很強的時候 它有可能墜的會比較深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的這個下墜幅度 我剛才講到是史上最快的 這個空投市場 史上最快的空投市場 它會那麼快就結束嗎 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的 金融海嘯的這個狀況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 打出一個頭部之後 開始往下跌的過程 剛才翟軒說是花了 20幾天的這個時間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是花了20幾天 可是這一次時間又比上次更短 所以你顯然 所以你顯然 上一次跌幅 我剛才講到是跌了57% 你說這一次會跌幅多少 所以我才說 這一次的壓力會非常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上一次往下跌的過程中 從2007年的8月 開始爆發次貸危機 然後正式走路的這個 空投走勢之後 你看這個賣入熊市的時候 是在2018年的這個時間點 所以已經整理了好幾個月份之後 跌破 然後跌破之後 一直到2009年的3月 才觸體反彈 你可以看到 從2007年的8月 到2009年的3月 這時候已經過了 有一年又大概一年半的左右 這個時間點以上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的空投走勢 至少是走了 大概一年半的這個時間 然後之後再展開 11年的這個大多頭的走勢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現在才剛修正 才剛修正 剛修正的時候你說 都不知道到底在這兒還是在這兒 對 我覺得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就在中間主跌的這個時候 通常股市的跌勢是這樣 它會分三波段跌幅 也就是說一個是出升 一個是出跌 然後再來是個主跌段 然後再來是個末跌段 這是以道琼理論來說 現在應該是處在這個階段 中跌 這個階段來說的話 因為我們知道上一個階段 每股下跌的時候是跌了大概 約末2000多點 通常這個階段會跌幅 會跌幅會大於這個階段 就是主跌幅會大於這個階段 所以現在我們都還沒看到 這個主跌段的 你什麼時候看到 譬如說拉出長下引線 這樣子的時候 可能這個主跌段 就有可能會初步看到結束 但是目前都還沒看到 所以我覺得大家 還是多用一點耐心 尤其在主跌段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跟你的錢 開玩笑 不要太快的貿然進場 這個時候可能 不然的話你看 你說前幾天不是有拉一個 長下引線 你想美股應該是直跌 就沒想到直接就開個 1000多點的低盤 讓你想要賣都沒辦法賣 這時候反而是真的是要 這個停看廳的時間 對 什麼時候會到主跌段 大家就繼續鎖定 我們財經大白花 我們專家們會告訴我們 所以接著我們來問一下寬哥 剛剛講到說 會不會跌破2萬點 寬哥是舉叉叉 你覺得這個2萬點 其實只有一步之遙 他如果一天再跌個2000點 不就是過了這個跌破2萬點了嗎 我倒認為追殺的力道不會這麼大 來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波叫做直變 什麼叫做直變 例如說剛才有談論到 過去的一個兩房危機 跟2008年的一個金融海嘯 我問各位 金融海嘯有死人嗎 那次沒有死人 那次是大家很辛苦 有人可能後面要睡在車子上面 有人會睡在公園的一個紙箱上面 但是社會急救系統 是還在動的 這次為什麼會產生 這麼大的一個動盪是 過去50多年以來 我們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第一個叫做感染 這個疫病過來的一個過程當中 這個無情的一個病毒過來 他不挑人 什麼叫不挑人 過去在整個所謂的一個 兩房危機的一個過程當中 受傷的是窮人 其實有錢人他日子還是過的 可是我問各位 我們再有錢 不會有湯姆漢克有錢 我們再架構再厲害 我們不會像整個加拿大的一個總理 杜魯道夫人一樣 所以這次他的整個所謂的病毒來 他是不挑人的 不挑人的過程當中 他就對生活產生影響 所以這次 再加上科技的一個進步 所以股市在跌又快又猛 可是又快又猛的一個過程當中 先跟各位報告 系統性風險不會無限燃燒 再跟各位報告 一個多月前 兩個月前 我對市場上抱持的 比較空方的一個過程當中 我曾經在吉他節目被說到說 嚇死寶寶了 然後還有下面就說 那個分析師那麼空把他趕出去 可是問題是 後面你發現美股的狀況 歐股的一個狀況 說真的我不希望它發生 我真的不希望它發生 可是很多事情 就是會有連鎖反應 連鎖反應來到這個地方 就美股來說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很少出現那種所謂的一次到位 這一波的高點在2萬9 一口氣往下踹 要踹45% 直接來到了整個所謂的跌破2萬點 我認為這個地方會出現了 所謂的一個技術性的一個談生 技術性談生的一個過程當中 重點在哪邊 就是 現在全世界就是的一個過程當中 大家一開始可能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很多的一個個股 殺出來的過程當中 我們舉例 這兩天台股已經在呈現 塗層的一個狀況了 星期四已經開始 所有的營業員都留下來打電話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他的保證率是不足的 我認為今天會繼續的 往下做整個所謂的追腳 為什麼 因為市場上的熱門股 今天是很多開盤 一開盤就跌停板了 跌停板很多人會說 他去年獲利很高 先跟各位報告 系統性風險的過程當中 技術分析無效 然後所謂的獲利模型 它也無效 我問各位 股票殺出來誰買的 我先跟各位報告 我不敢買 在座的分析師都一直跟各位談說 你要小心你不要接刀子 那能夠接的人是誰 當然我們目前就觀察的話 包括了台積電 包括了像趙鳳金 剛才中信金的大單 很可能很可能是特定的人 應該是所謂的一個法人單位 在接的 但是各位去想 有辦法在這個地方接的 他一定是兵牆馬狀的 兵牆馬狀他一定撐得住 所以我認為個人的一個判讀是 美股在今天晚上 它的整個跌幅會收斂 收斂的一個過程當中 下個禮拜會開始出現 所謂的一個技術性反彈 說真的 一個多月的一個過程當中 19個交易日跌到這個地方 整個市場都已經灰頭土臉 大家都已經喘不過氣來了 我很少看到那種早上的手機 沒有半折訊息的 全市場大家都已經 Megos Silence Radio Silence 沒有人說話了 真的大家受傷已經很重了 我認為出現技術性反彈的機率 非常非常高 好 維泰哥 你剛剛也是舉圈圈 我覺得說有可能這一波 還是會再下探 因為畢竟今天晚上 美股還是會開盤 所以今天是不是美股很危險 在這個2萬點守不守得住 而且過去的歷史經驗來說 如果邁入熊市的話 要206天 這隻冬眠熊才會甦醒 這一波你怎麼看 要多久才會回來 好 其實如果說站在 這個修正的一個時間波來看 這邊時間點絕對是才不到的 我覺得跌破2萬點美國到窮 只是時間性的問題 或許他在今天晚上不會跌破 或許在下個禮拜不會跌破 可是因為整個波段的修正 他的趨勢他還沒有結束 既然趨勢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扭轉 我們為什麼要去賭 為什麼要去猜2萬點 他會不會跌破 或是不跌破 所以我認為說其實我們常常講說 與其去問為什麼 不如先去問自己 你應該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從剛剛節目一開始 或者是太前一兩個禮拜 我們都不斷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操作就是想辦法拉高 我們手中的現金的部位 那你說拉高現金 不會之後要做什麼 下一步要做什麼 跟各位報告 上次有大概提過一下 3月底4月份 會有很多的董事會要召開 那董事會召開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要承認去年財報 一個就是要去認 就是要承認就是去年的一個 配發的股息的一個數字 所以我認為說 現在你稍微忍耐一下 大概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很多董事會召開之後 他們的配息的狀況就會出來 到時候你會發覺說 怎麼這檔公司 這檔個股 他去年其實不怎麼樣 可是今年因為股價下跌 他的現金殖利率變得很高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兩個禮拜 稍微忍耐一下 那可能兩個禮拜過後 會有很多好股票 會有很多便宜可以減 好 所以下一段我們繼續來看 現在金融市場就等於是動物園嗎 怎麼市場上有這個講法 要怎麼樣多空兩頭賺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百話 第一次 去馬來國大山 聽說 嗯 有